有关台南腿路地下化 当时我在任内是基于台南文化古都历史风貌的维护 是最优先的考量 所以才坚持地下化 才坚持地下化 地下化当然工程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当时 我记得如果没有赖清的立委 当时的帮忙 这个民进党要通过那么大的案子 而且把这个市政府的负担比例 包括土地跟工程会总预算 这个分摊比例降为12.5 这是几乎不可能 所以目前民进党主席 苏貞昌 当时这个安任行政院长 是帮人当然吧 所以没有赖清的立委 跟苏貞昌院长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后来这个浅顿的一个原来初步的构想被推翻了 被马政府推翻了 所以改成明蛙 明蛙当然是整个重新都要做新的规划 那在我任内 它是规划 等于说这明蛙的工程规划进入 所以没有定案 如果定案就是由我任内的市政府来进行说明会 这就很清楚 因为说你这个内部定案以后要向民众说明 那说明不是游说 说明是要讨论 这个在民主程序上大家要弄清楚 所以说明不是说 就是要游说大家来接受的意见 那不是说明 那是讨价还价 那是协商 那说明的话就有各种意见都进来 也不止说只有著名的意见 专业工程的各方面的意见 都是可以公开参与 这才是民主程序 这一点都要说明 第二点 我这个主持的公听会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方案 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说到 交通部正式的给我的回复 当时他们是有派官员来的 所以对国会议员 对立法委员组织公听会 这么草率的 或是这么漠视的一种这个回应 只有说我们做不到啊 那个不可行 只有这样子 那事实上呢 工程的技术分析 包括财务分析 到目前都没有具体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保留 我们自救会所提出来的 这一个替代方案 就是征用而不征说 我房子让你拆 我这个地让你挖 但是你铁路地下化 永久毁做好以后 你路面还我们就地重建 那这是一个机会 以台南式文化古都来讲 你看那个那种这个世隆 街景那种凌乱不堪 是惨不忍睹的 这绝对没有所谓的品质可言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当元帝重建的时候 可以透过文创造街 把这条街道弄成 既合乎人权 又合乎文化 这是双眼 这是双眼 那不然的话 它产生的这个不公平 问题太大 他们忍受这个 铁路噪音等等的 这个不良环境的影响 已经几十年 甚至百年了 那今天呢 马路透宽了 铁路地下化了 原来的问题没了 那他们却必须搬离这个地方 那原来在后面的 这个小巷子 变成大马路旁边 这个差异太大 这怎么补差 这个大家可以认为说很不公平 所以我还是保留着等待 看这个自救会所提出来的 这一个修正方案 他不是反对地下化 他也不是反对房子被拆 只是说你第一件是地下化 那路面可以用啊 做好以外再还给我们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应该是很适当 很可行的一个修正方案 所以我一直保留着这个方案 一直保留着这个方案 那如果说 这个有更好的 更大的一个隔继思考 那你可以进行大范围的一个都庚 进行大范围的都庚 但是不要讲这些都庚之旅 又是拆房子啊 盖房子啊等等 那种过去的教训啊 错误 错误或是这个造成民怨的那种教训啊 应该可以进行这个改革 进行改革 所以台湾到目前为止哦 都还没有真正让人民这个心甘情愿接受的 但是我在台湾市长9年任内 我尽量是 这个尽量是不愿意 让他留着民怨的 那我感觉上几乎没有 那台湾国家公园 250技巧的收银会 我第一场我就出面说 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就不做 那后来真的没有人反对 台湾国家公园 你看台湾做国家公园 到处都是反对抗争的 那台湾市是由我动议的 没有人想到说那边可以做国家公园 我主张那边可以做国家公园 所以说是从由我开始 那长用了九年的时间 终于圆满达成 那还有台这一个86号 东西向快速道路 最近最近也圆满弄成 没有一个人反对 没有个反对 那过程是很艰辛的 从我当立委反对那一条路 的路线跟做法 一直到我当市长完成 弄成没有任何一点名言 而且是多赢 什么都赢 这是另一个故事 所以我现在是说 台南铁路地下化 我有道义的责任 因为有个是我坚持的 那时候阿伯总统是不可能 台中都高价化了 你怎么地下化 所以我就拿这个Porsetown的 Big Dig 大挖 大挖 大挖掘Big Dig 用花了一百五十亿美元 将三层的快高速公路 三层 十六县道 三层把它挖到地下去 花了十二年 一百五十亿美元 叫做Big Dig 我用那个例子 来说连美国 这历史这么短的国家 他们都 这么重视他们的文化 跟所谓的历史风貌 那我们台南文化古都 怎么容许高价铁路破坏历史风貌呢 所以只有地下化一吐 那地下化 以今天的技术来讲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只有一个是成本问题 是成本问题 所以就是财富分析问题 那今天我们资助教会所提出来的 让你用而不争说 也就是用了以后才还我们 那你完成地下化嘛 那应该是可以的 我怎么想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所谓不可以 所谓做不到 所谓不可行 答案都没有给我 所以我还是一直保留着 还是保留着 所以 我不希望说今天好像只要我出面 我就是民进党内部怎么样 但是民进党所谓要改革 就应该超越国民党的不可能 而变成只有民进党可能 才能 才能取代国民党政府嘛 你说对不对 对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如果够开整页 像我说的台八十号道路够开十页嘛 那结果路线北宜用国民党的帝 没有用民党的帝嘛 那这样就避免当时五十户而已 五十户在当地有的时候 来跟我称情 我就一直停他们 就不拆民房 不拆祖坟 我做起床的时候 不是这样而已 不是我增加到路线北宜 然后增加十一遍能高价 还增加什么 他就说那我的地 太便宜了 慢慢留好几年的时间 把他们的地价慢慢调了 那还化解所有的名言呢 结果那边是什么呢 这是以后可以看到的 是有没有港区旁边的 一个国际井的海 这个海边国际度假村的用地 从台北火车站到 黄金海岸 这一个滨海风景区度假村 保证两个小时可以到 因为中间都没有红利灯嘛 真的没有红利灯嘛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讲 他今天变成民进党 他就不敢讲话 好像 好像只有我在讲话 那我又是前任的市长 所以我是这个很为难 我想讲的话已经保留在保留了 应该写话看看 所以我认为这个 因为那一市长 他曾经说要找我 结果问他找我做什么 他不是要向你解释不可能改变 请我解释不可能改变 那我刚才说我那时候 如果要解释不可能改变 就不用解释了 因为已经清楚不可能改变了 所以 所以这一个 铁路地下化三线 大家都很急啊 反正中央钱没有线 再拖下去的话 对大家都不好 那事实上呢 我们之间也没有反对 铁路地下化 只有说 我不要把我们砍走 那里面会对 那丁管的铁管 台北捷印听说也做过 那日本东京呢 这种例子多了是 那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为什么国民党做不到 民进党也要做不到 这个我就觉得奇怪 所以 这些事情 至少内部大家也要开会 我今天没有参加过 民进党内部 谁 说大家来讨论看看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可以双赢 都没有啊 这不替代方案 啊 说啊 然后问问 有了说 他问问 你一个人说 我不止同情 我现在要支持 我们自救会 正用而不争说 我替代方案 我是这样 我是这里面 然后 我刚才再重申 如果这样格级还不够 马路收小啦 赏了八名嘛 卑鄙嘛 如果说全部做马路的话 这样你又在那里 会减白米去啦 减白米才有那么重要啊 减白米也能重新造车 重新造车 才有多事 你可以把那个理想中最美的街道 把它营造出来 说 那个垮距 路宽 少了八米 至少还有二十几米嘛 将近三十米 还将近三十米嘛 那造街的时候 可以变成台湾最好的 一条有文化特色 有景观理想 还有人权四万英款嘛 得一条街道 合了不为啦 那这个时候 所花出去的钱 我相信会增加 但是增加多少没有算 即使增加 应该也值得 而且可以从经济利益上 因为你造街带来的繁荣 税缩等等 也可以拿回来嘛 那其实呢 在那一个去铁路旁边 在台湾的铁路旁边 我都几乎都是最 最 不忍足足的那种 那一种 这个宿容啊 那种基础环境啊 趁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 应该得吉拉扎的话 那很简单嘛 整个区域重化 整个区域透过都更 好用的 但是 每个人都要参考 重厂记忆 不要记得把他们赶免赶走嘛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今天特别特别 花这个时间来讲 我看他们很可怜 好 人家三四后 就没法转过 冰冰去 那你们呢 机械到一把火一胸了嘛 好像没有什么人 好 但是 大家注意 你们去骂赖金人是不对的 好 他真的是很牵连 他真的是 没有什么 像其他那种 个案那种 自己潮土地 干嘛的那些事情 他是没有 你们用一般的这种 谩骂的方式去对付他 这是你们 有些人不是你们全部的好 是不聪明的 而且没有事实根据 所以这一点 这就别去说而已 就别人说 我们的需要 你们照顾一下 你的需要 我们来陪那里 到外面大家都赢了 大家都可以接受 应该是这样 应该用这样 我相信我 我这样听下去 我不是要天人 我不是要来对付谁 但是我有道义的责任 因为 体育地下是我坚持的 今天司法自立委 就会说 万万不可以 历史风貌 历史风貌 价值 价值 无限 是不能替代的 那历史风貌不能替代 什么叫历史风貌 原来这一条谷鸡 那条谷鸡就是那个 你把它刷过去 你把它破坏就没了 那一条谷截 你把它刷走就没了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持 历史风貌这一点要坚持 那体育地下 好 所以到现在我想 那不是没太多时间的 就这样 谢谢